当远回这种东西就该他妈的放前篇 不应该放后期 你想比如说 我不打比方就这样吧 你又在嗑什么东西 这些标题是宇宙的秘密 但是全篇没有讲宇宙 宇宙篇里没有宇宙 很正常 有报 听到有人来称识特殊 因为是GG的嘛 天天有人来称识特殊 嗯 这集是相当优秀的总机片 这个你们也懂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放完暑假了 要让小孩子们回顾一下剧情 就是前面那个单球剧你可以跳过嘛 但现在我们要猪突猛进了嘛 虽然是总机片 但基本上没有过去的话 这集是富刚纯广写的 而且是宗泽祥宴郎拍的 所以很重要 逐渐都拍个总机片 不对劲了这里 他们三个人能吃到这么多把 我真不信 做梦吧 做梦的呀 噩梦残绕啊 半夜三个掀开被子 都是奔奔者 联机做梦 做梦做一块者 对啊 很神奇吧 对啊 不想不想你 你看嘛上周就没有猜错确实是回忆了 不要停下来 哇 不是他这两集一直去Q马德里克斯后面不给他整个复活都说不过去了是不是 因为复活的海报上都有他呀 不好说那不好说 因为感觉有点像是假情报 卡拉里拉 怎么学狗叫呀 哈里 以上的定期报告 终于本部长的一点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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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能防具的居所教过的本部长 这些情报是哪个数字 我只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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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庄 普通经营业 是传统主带的 反动财产 是麻烦的 你看嘛跟我们上周猜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以为第一集的画面 他没有用以前的画面 然后起到总集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挺留待的 哈哈哈 我差這個濾鏡是什麼回事 你是愛上他了嗎 為什麼是這種濾鏡呢 這有人在想你 想你了 笨笨 我褒蜜蜜 英王者是帶貨 女神王完成寶 宇宙から来的仲間 他有他人也有 他們是三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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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這什麼回事嗎 可能是他忘了 哦 打工屋 其實我感覺 未來這個駕駛屋的設定是最薄弱的 後面要是真是上BBG他絕對要有戲份的 服務員工 这就是完整的地方 这是一个个人的谈刺 这是一个人的谈刺 这是一个人的谈刺 紫荫不是地球人 但他还在学狗叫 哦我想起来了 马桶普魔兽是 就是马达雷斯当初来厕所做的 马达雷斯那个是在女厕所造的 我画了是男的女的 最初的一个人 最初的一个人 是Limited Limited 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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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队经典七次快 马达雷斯 用完了的意思吗 我大概懂了把那个抽掉 把那个 把那个心给抽掉就软了 哦对对对 尼尼 对对对对对对 打到 他们不然你去打 嗯 哈哈 哦 第十一集也出现过的那个奔奔抽困卡 那就是这样 他想起了痛苦了可以 哦当时大爷是没有打过这个怪的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跟ModelX3跳起来 太怕了 太怕了 确实确实不怕了 给全方喷一点嘛 全方的秘密6攻之游动了 哦仙斗为何不怕 阎仙斗跟黑是一样的呀 未来也没喷到 未来 表里如一 全方躲在最后面 哦我其实大概理解这集的那个 呃 呃 啊 好抽象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又冲刀了 卧槽 又冲刀了 这回说什么呢 啊 哎 啊 也没事啊 对啊 哦 会不会那个马桶古魔兽能力不一样啊 啊 就说这个水是普通的啊 没效果 对对对 对对 换了个能力 旋翻还是一点都没有沾到啊 他肯定不愿意啊 对啊 全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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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 啊 这 马桶古魔兽说不至于呗 最不致死 哈哈 大包风蚊子吧 马桶被冲了 让马桶古魔兽去见一见加龙伯库 我对我刚刚想说的是他自己搬出马桶古魔兽也是有点讲究的迎合第三季度的主题嘛正体与决意嘛就是大家都有点秘密 而且说起来我感觉旋翻的战斗力也很强是不是很厉害那这样前面很多东西都能够回收了包括他跟未来去送货那集他说那些真心话是吧 这集通天没藏宇宙唯一一个藏秘密的人是陈那只能说是陈的秘密 啊 大爷老师 啊 什么情况 哈哈哈 这里就开始宣誉起来了是不是他老是步的局 啊 啊 老陈的口味还有眼光他其实跟宇宙人差不多 比如说跟笨笨一样喜欢那个玩偶还有就是他觉得笨笨做的那些奇怪的咖喱味道很好 不像是正常的人 跳起来那一瞬间我的人类有这么高 对啊对啊 给这么大屏幕 哎呦 太大了 我感觉这集的那个ED有点点讲究了 把城都挡住了是不是 对 史莫武把城挡住了 ED真的是有去利用这个搞怪的元素讲述了点东西 我操这个眼睛都变成竖条了 蛇的眼睛 我操 感觉下一个前26集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了 毕竟进入第三季度了嘛 而且正常啊因为要不开锅嘛 必须要给他抢一抢一抢热度嘛 能看到这的相信的不是简直的特色受众了 说说要挖手里的点赞支持 这是我坚持进入的动力 爱你们 它已经作为第三章开篇真的挺完美的 官网的描述是奔奔者史上最大的剧情线要开始行动了 然后主线要卖很大的进展 还说在剧场版里埋了至少两个伏笔 我只记得有一个未来他把变身器给了那个公主 我听说那个公主后期要回归的 那时候范围战是什么 分white 分白是吧 差点如果能把成的影子讲好的话 那么接下来主线一直推 我只能说会爽很多 其实前期的单元回我也觉得挺舒坏的 我的意思就是单元回这种东西 就该他妈的放前篇 不应该放后期 你想比如说 还算了 我不打比方就这样吧 你又在嗑什么东西 这个人话里有话 别说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对于内藤雷胎怎么看的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烟雾蛋 烟雾蛋 都是烟雾蛋 我倾向于ISA跟内藤雷胎这边都是好人 只是这集他刻意营造出了那种黑幕的氛围 就是吸引你往后看的一个手段嘛 当初内藤雷胎客串的单元回我们会觉得有点无厘头嘛 就是这个人物感觉没怎么用得上 第二次出现是给他那个子子送烟花嘛 通过那两集的篇幅给了我们一个印象 所以说这集我都惊了 确实是有起到那个效果 我的想法是大爷那辆车不好说 就是奔奔他开发出来的 上集大爷有说过奔向宇宙的奔奔车还没有制造出来 他们应该目前是缺乏那个能力的 所以我感觉需要用到内藤雷胎同时的那个科技里 明白我最后再进行面下集的那个简介了 代替加农伯库来袭地球的 在剑队长迪斯雷斯 玄方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暴露 莽撞的冲了上去 不过迪斯雷斯的强大甚至让玄方在碰到自己前面倒下了 虽说未来等人还在为无法理解的事态而感到困惑 但大爷似乎已有所察觉 随后冷静下来的玄方开始讲述起自己的出身过去以及与大爷相遇的故事 在告白最后做出的选择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过说起来 会不会大爷一开始就知道玄方是什么人来着呢? 他知道他有背景 但是不会去问 这种东西一定要等对方亲口跟你说 他那个眼睛看着很像是跟迪斯雷斯同属的感觉 感觉就是蛇耶 看着他之后跟个野兽一样 平常不是那个 玄方一直以来展现出来的性格都是比较重庸淡定一点的嘛 做事情有刃有余 包括他的战斗的极其的优雅 就证明他甚至都没有用尽全力 但是他这次是直接上去忙的那种 其实他是有先颤抖的 要再把那个武器握紧才冲上去的 很傻 肯定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个没求收不过去了 哦 有没有种可能把他那个星球给裂了 所以他才被迫来到了地球呢 我猜啊 我猜有可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游 想要顾上期的话还请定跳转 那么下期不见不散咯 拜拜